接下來我們要問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喜歡問 有個原因是因為當年曾經寫錯過 當年曾經給過錯的答案 後來改正以後 現在變成喜歡問 我們前面講過什麼氣球啊 浮浮飛出去啊 噴射機啊 噴氣啊 然後吹飛機往前走啊 它這裡是火箭啊 火箭會噴出它的所謂的廢氣啊 然後火箭就向上去啊 那它會向上飛機有人給它力量嗎 那個力量拿過來 他的力量拿過來 誰是它的那個力量 誰給它這個力量 有很多種可能嘛 比如說這裡有空氣嘛 空氣給它的反作用力啊 或什麼之類的嘛 它到底是誰給的 是誰給的 講過的歷史上因為曾經寫錯過 所以現在變成喜歡問 誰給你喜歡問 誰給你喜歡問 OK 哪來的力量 哪來的 25 25 哪來的力量 有什麼 然後 我身體向下推 然後 下面跟 galleries 它有一些東西 然後東東給他推上 對 火箭有個力量把廢氣向後面丟出去 向下丟出去 那些廢氣的他有反作用力 讓他向上推 所以他的力量是來自於廢氣 廢氣他的反作用力 那歷史上曾經寫成 空氣給他的反作用力 如果是空氣的話 那太空船如果到了外太空就不用動了 那就沒有空氣啦 可是如果你有看過一些影片的話 你會知道 他即使到外太空 他還是可以靠著他噴出一些氣體 調整他的姿勢 可以讓他前進或者怎麼樣 那是因為他把廢氣丟出去 給氣體一個施力 氣體給他一個反作用力 所以他是靠著氣體給他的力量來的 OK 這是一個問題 那如果完全 我們前面講說你會走路 是因為摩擦嘛 你蹬地上給他一個作用力 地給你一個反作用力嘛 摩擦反作用力讓你向前 那假如完全光滑沒摩擦 你要怎麼動 這個方法很多啦 但是有些方法很好笑 你隨便想 你隨便想一個方法就好 你隨便想個方法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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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女生 No.5 屁肢窩 叫別人拉 叫別人拉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人也不會動 對不起這樣也不算對 是可以的但是 會有一些別的問題 不能說到別人拉也是錯的 好 都會丁在地板上 會 大哥 了解 你的答案 他們講了很多答案 他有些方法很好笑 但是這樣不可以 沒錯 你們要底下開了玩笑 放個屁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你把那個屁呢 向後方 屁給你的反作用力 跟他的火箭一樣 反作用力向誰可以往前走 或者呢 講的有水準一點 身上準備一堆球 你向後面丟球 給球一個作用力向後 球給你反作用力向前 意思一樣 發一個方式 身上把好多個釘子啊 趴下去 手伸出去 把釘子釘在那個冰上面 然後用手一拉 你給釘子一個力量向後拉 釘子的反作用力向前走 你就往前走了 你剛剛說那個找人拉你 那個我說不行 其實也是可以啦 但是會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你們兩個可能會撞在一起 就是因為你拉一個人向前 他拉你向後 然後就碰就裝在一塊 然後就裝在一起 然後就裝在一起 但是我只是說要前進的話 這當然也是一個前進的方法 這當然也是一個前進的方式 反正出入此類的 反正就是想辦法去搞出一個 反作用力來就對了 反作用力來 你就可以前進了 好 你就可以試看看自己找個答案 放屁就是要噁心一點 但是呢也是對 反正就是 拿一個很大的氣球 吹飽飽的 對著後面噴 嘟嘟嘟嘟 你也可以往前走 然後也是個方式 這就是 我們的一些問題 告訴你 尤其是剛才第一個 這個火箭那個事情 是喜歡考的 問你說火箭為什麼可以飛 它的反作用力是來自於誰 這是重點 OK嗎 OK